香港艺人许志安爆出外遇 昨晚亲自召开记者会道歉 但到目前为止 郑公郑秀文都为正式的出面回应 不过Semi的脸书封面照片 已经悄悄更换 变成一片灰黑 似乎也透露她的心情灰暗低落 仔细比对郑秀文的社群媒体 和各个时间点就在微博上面发现 上个月24号 Semi曾po文写到 人生总有很多第一次 以及唯一的一次 例如婚姻 喝过这一杯茶 也提醒自己婚姻来得不易 每一对夫妻都务必珍惜和努力守护 很可能就是已经知道 许志安出轨让她赶开 而郑秀文的IG也在4月5号发文 指出有些事情要想清楚 对上事件爆发的时间点算算 都是吻合的 许志安和黄欣颖在车上的 亲热影片曝光 许志安也在IG上剖出黑照片 表示不敢奢求原谅 因为她自己也没有办法可以原谅自己 只可以深切反省 并以最诚恳的态度 去为所有因为这一次事件而受影响的人 说一声难辞其咎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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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